三更灯火,五更机,正是南尔读书时 黑一发不知骑血早,白手翻回读书池 说起言真轻,大家可能会想到他这首被无数人作为自由名的雀学 还有他那首方正求定的掩体 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样的书法和文字背后是怎样的一个中烈刚正的灵魂 他上马鸡眼虎,下马草行书 拿起笔是文忍,提上刀就是将领 比书法更震撼的是他在安史之乱中的坚守于傲骨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除去大书法家光环之外的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颜真轻 据说颜真轻祖上是孔门七十二贤之首颜回 颜真轻三岁时父亲就死了 虽然生活很艰难,没有钱请家教,也没有条件上幼儿园 但是呢母亲深知读书改变命运道理 紧抓儿子学前教育 小颜呢也很努力,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写字 但是呢家里很穷啊,没有那么多的纸给他写 于是呢颜真轻就用毛笔沾着黄泥水在墙上写字 一边复习功课,一边练习书法 颜真轻长大之后,学问渊博文章写的是相当好 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 他当巡查组长时,平凡了大量的冤假作案 很多受害人得以重见天日 他被老百姓亲切称之为颜清天,就是颜值最高的清天 工作同时,颜真轻总是要挤出时间来练字 人们看到他写的字啊,都是赞不绝口 可是呢,他内心却十分苦恼 因为在这儿写到这个程度 如果说没有名师指点,就再难有长进了 于是呢,他想去拜一个人为师 这个人啊,就是张旭 草书一绝张旭 人颂外号张颠 不仅性格古怪,而且还特别喜欢酗酒 他经常喝的是鸣鼎大醉 借着酒劲玩行为艺术 有时候喝高了,还用头发沾墨写字 折腾到筋疲力尽 一头倒在胃甘的纸墨上 呼呼睡去,人自合一 到了四十岁时,颜真轻被调回京城 他是一个耿直的博弈 担任的职务又是挑毛病的监察御史 所以呢,他在朝堂之上总是能挑出一大堆毛病 宰相杨国中啊,对他是烦不胜烦 当时,唐玄宗和杨贵妃整天忙着唱《贵妃醉酒》 大唐那几年呢,也是家底后,任由杨国中吃拿卡要 大家都热情高潮的排队叫号拍马屁 搞得这个杨国中啊,是每天都难以按时下班 但是呢,颜真轻却一点都不屌塌 杨国中呢,就想给颜真轻捋捋毛 于是呢,他被外放到平原郡 那可是安禄山的地盘了 谁都不愿意招惹地盘 但是呢,对于颜真轻来说 去哪都无所谓 反正呢,都是为国家做贡献 平原郡属于安禄山下区 当时安禄山谋粉的迹象已经露出来了 颜真轻为了防范安禄山叛变 又不引起安禄山的怀疑 于是呢,他便假托阴雨不断 可能会爆发洪水 以此为理由,加高成江 疏通护城河,招募壮丁储备粮草 安禄山一看 哦,原来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洪 不是为了防备我呀 但是咱们做戏得做全套啊 颜真轻呢,就每天与宾客驾船饮酒 饮食作父,展现出一幅岁月静好的样子 755年,安禄山扯其造反 直奔长而去 面对安禄山如云的铁骑 黄河以北的地方全都像豆腐一样 一碰就碎 可是呢,当他们来到平原郡的时候 懵逼了 这地方就像个王八壳一样 打不动撤不了 平原郡的坚守呢,稳定了河北军心 河北十七郡相继归顺朝廷 颜真轻被推卫梁军盟主 统兵有二十万 横军沿找军威大阵 在天保十五年 他指挥联军在唐义大破叛军 兼敌两万 当时颜真轻手中并没有进入部队 凭借只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武装力量 但是呢,他却打赢了 安史之乱以来的第一场胜仗 颜真轻三个字 于是成了一面旗帜 连守在安禄山老车的嫡系将领 都准备归顺 颜真轻为了坚守他们的信心 把自己不到十岁独子 都送给他们当人质 河北周军的龟顺和唐义之战 为大将郭子怡 戈书汉等正规军 重整军备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在这场关乎唐王朝从往的战斗中 严氏一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先后有三十多人为国捐躯 数年之后 颜真轻找到唐哥 颜稿情缺失的遗骨 和侄儿颜济明仅存的头颅 面对遗骨 颜真轻满腔的悲愤终于爆发了出来 挥笔写下了 气吞伤和字字气血的记纸文稿 记纸文稿是一份起草文稿 正因为是草稿 其中有好几处 因为笔写干了又过不上战末 而形成了枯笔 让人感受到 它当时苍凉悲壮的心情 文面上有体温的热度 又有垂胸之悲痛 痛哭的话语如岩浆般炙热喷出 所以记纸文稿不是用笔写的 而是用写尽的 是用泪泡的 是中国史上最沉痛 最深情的文字 它不仅仅是一幅草稿 更是一位对国家忠心耿耿的老人 对于国家深深的眷顾和热爱 这幅作品被后视为在世言书第一 是唯一可以以王羲之的蓝亭集训 一笔高下的书法真品 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756年 颜真卿放弃平原郡 走小路来到05 朝拜新皇帝李亨 看着颜真卿满身的泥巴 蓬乱的胡须 李亨感动得眼泪汪汪 他立刻任命颜真卿为刑部尚书 参与朝廷大政方针的制定 面对皇帝的信任光明的前途 颜真卿并没有躺在功劳部上无所作为 而是成为文明天下的颜怼怼 颜真卿爱发言 全臣们很难堪 当官马混富贵就行了 这颜真卿真是显得蛋疼 整天给人找事干 大臣们很不喜欢颜真卿这根打身边 他们坑颜真卿比坑爹都认真 既然联合将他贬出京城 经过安史之乱唐朝就剩下半条命了 小事不用皇帝说 大事皇帝说了也没有用 颜真卿74岁那年 节度是李希列造反 宰相卢旗忽悠皇帝派颜真卿去谈判 满朝都知道李希列是个疯子 很多人呢就阻拦他去 颜真卿淡淡说 大唐需要我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李希列知道颜真卿德高望重 便对他是百般侮辱 颜真卿浩然正气不倒 为了让颜真卿投降 李希列呢说挖坑要活埋他 颜真卿呢只说了一句生死有命 李希列堆起柴火说要烧死他 颜真卿呢主动往这个火里跳 李希列称帝之后 询问颜真卿登基的仪式 颜真卿却骂道 老夫年近八十 只知道朝鲜皇帝礼仪 不知道反节的礼仪 李丰子放病了 就派人用绳子勒死了颜真卿 这位极德才于一身的老人 就这样死在了叛军之中 终年七十六岁 半年之后李希列被剿灭 颜真卿的灵鹿被护送回京 唐德宗为他废朝五日 嗜好文中 颜真卿是一个时代的骄傲 更是一个千年效仿的榜样 他为中国书法树立了一座 微微的封碑 可幸的是 后人像爱奇兹眼睛一样 守护着颜真卿所写的枝字片语 纸本艺师就把他的书法 刻在石头上传踏四方流布天下 直到今天 我们还可以透过那些雄精的书法 去触摸他内心 颜真卿的人生如书 把耕植中立的品格 融入了书法之中 他的书如人生 把字的端庄与囚禁 化成了处世的性格 这样的书法让我们钦佩 这样的人生让我们高山扬指